今天是2023年10月25号 星期三 昨天中共发布是对李尚福和秦刚开除国务委员 并且撤制了李尚福 但是这个新闻是大家期待已久 都在预料之中迟早是这样 因为李尚福已经消失两个月 秦刚早在七月底就撤销了外交部长 撤销国务委员都在情理之中 但是昨天有个重大的情景 有个重大的异常 这个异常就是 七月底开出撤销秦刚外交部长职务的时候 立即任命了王毅当外交部长 但是昨天在撤职李尚福当国防部长的时候 并没有任命新的国防部长 其实这是个异常现象 又马上到月底 10月29号香山论坛就要召开 香山论坛是一个防务论坛 是北京主办的 在2019年之前都很活跃 新冠的时候 三年清零三年封城 以这种视频的方式举行 而且很多是专家学者的方式举行 在清零封城之后 今年大概首届要以亲身到场的方式 邀请多国的国防部长到场 这之前应该说中国国防部长应该产生国防部长 但是有所不同 我首先对比一下这两个新闻 这两个新闻的不同是什么 在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 当中共发布这个消息 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七月底 当时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四次会议 当时闭幕的时候说 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当时说那个秦刚兼任的 就给他留下有些人幻想 以为秦刚还可以当国委员或中央委员 我说的是分布下架 降低震荡 同时就任命了王毅为外交部长 当时还说 免去易刚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攀公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然后接着是说 习近平签署了主席令 而骚乐际主持了会议 但对照一下 这回是怎么说的呢 这回 十月底这回 就昨天 他说是人大参议会第六次会议 在北京闭幕 然后说到了什么新修订的两个法规之外 决定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 国防部长职务 他是一步到位 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免去王之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马上就认命 英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免去刘坤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南福安为财政部部长 下面是习近平的主席令和赵乐际主持会议 不同在哪里 两点不同 就是处理李尚福跟处理秦刚两点不同 第一点不同秦刚是分部下架 先是撤去外交部长的职务 说他兼任了外交部长职务 给人的想象他还有国务委员中央委员 当时我说会分部撤出 那这回秦刚是国务委员撤出了 但是对李尚福的处理是两步一起来 是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都被免去了 只是还有一个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不会处理 按程序来说是中共第二十大第三中全会的时候 会处理李尚福和秦刚的中央委员职务 这个是一个不同了 再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 秦刚被撤职 同时就认为了王毅为外交部长 回国当外交部长 但是李尚福被撤职 并没有认为他当新的国防部长 并没有认为新的国防部长 另外说这回有人可能说 那秦刚的国务委员被免了 李尚福的国务委员被免了 是不是认为新的国务委员 本来根据当时前两年 习近平跟栗战书抬轿子 人大常委会是可以决定的 但是国务委员几乎跟副总理齐平 知识体大 所以要认为新的国务委员 大概要等到明年的三一份人大政协两会 所以现在五个国务员就少了两个 也是非常尴尬 就跟中央军委七个里面 就一半出事一样 也很尴尬 但是看点不在那里 看点就在于国防部长 人选难产 香山论坛马上举行 现在据香山论坛 发育10月24到10月29 五天 以什么程序来生产 国防部长呢 没有什么程序 不能说凭空 人大不会再开会 不能说凭空来一个习近平的任命 也不会凭空来一个人大参议会的任命 那就说到香山论坛召开的时候 并没有国防部长 这说明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在于 意思就在于 当然说习近平不按牌里出牌乱来 但是他乱来 他假装走一个程序 虽然是乱来 任命人是乱来 随心所欲 是任人为亲 喜怒有己 但是问题是 他假装要走一个程序 说这个程序已经过了 本月份程序已经过了 如果下次的程序是两个月之后 12月底 或者明年3月了 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国防部长就成了个悬案 所以昨天我见识到 有两个传闻 一个传闻就是刘正丽要达国防部长 那又出现新的传闻 说军委副主席 政治局委员何卫东要兼任国防部长 但是现在看来都难惨 这说明习近平对任何人都不信任 因为上次他很快的任命了王毅 现在他颇为后悔 因为当时他秦刚一去之 马上任命王毅 接着到南非开一堂会之后 发现王毅毕竟老迈 不顶用 外事工作搞得一塌糊涂 以至于习近平当时出了很多的洋相 就包括开其中一次峰会 他去开峰会的时候 翻译被对方荡着外面 被对方身高力大的保安 把他这个小个子的翻译 矮个子的翻译 为了突出了伟大形象的翻译 像林小记一样的拎到一边 然后大门给关上 搞得习近平走走停停 以为陷入了一种政变的深渊 或者是漆黑的宫殿 很忐忑不安 勉强往前走 离开了翻译 什么话都不会说 见到南非总统说了个早上好 连顾得摸你都不会说 所以当时习近平非常老怒 这个视频传遍了全世界 更不用说那个峰会 习近平消失了一天 习近平消失了一天 至今原因是一个谜 那么后来传出了迁路于王毅外交部长 因为虽然是蔡奇也跟随了 但是外事工作的是王毅 中办主任这方面是党务事 当时是蔡奇 后来是责备王毅 不是责备蔡奇 传出王毅闭检查 痛苦流涕 垂胸瞪脚 几乎以头抢地 老脸不要 最后说是写了很沉痛的检查书 当时连续的一段时间 王毅的外交部长只不被提起 只提他的政治局委员和外事办主任 给人的感觉习近平后悔了 似乎又要任命新的外交部长 那这回国防部长来了 所以习近平看上去比上次谨慎一点 不要马上任命国防部长 再一个 昨天我分享 这两个人选都有相当的问题 刘正丽是最有资格的 刘正丽是有作战经验 参加过对越两三战役 还有刘正丽是最年轻 60后的上将 现在是总参谋长 签任国防部长是可以 但是他是张又霞的人 同时又是姓刀刘 东边门里胡金剑害怕 习近平害怕 何卫东是他的亲信心服 当时有政治局委员 中央就有副主席 何卫东兼任国防部长的确是一个例外 这就是提高了国防部长的身价 习近平恐怕有所顾忌 当然 何卫东里面如果习近平要讲迷信的话 何卫东这个名字对他也不利 因为东边门里胡金剑有个东字 所以是不是何卫东要赴金剑呢 所以习近平举气不利 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对这两人都可以说是满怀的胡怡不利 那其他人选 习近平没有看出什么人选 我说不排除黑马人选 但黑马也得到中央军委中去找 中央军委中不找的话 也到上将中去找 但是如果上将突然提国防部长 似乎有点突然 估计这件事到了最后关头 香山论坛要举行了 然后李商福的事必须落地了 然后就等着习近平决定国防部长人选是谁 因为现在中共的政局一塌糊涂 一团混乱 但是习近平他是一言九鼎 心衰有己 喜怒有己 定夺有己 定于一针 一锤定一 只要一拍脑袋就是一个人选 其他人都不敢反对 现在他已经建立了这个体制 所以估计情况是这样 情况就是到了最后一刻 国防部长的人选没有出来 可能习近平说 算了吧 还是下次再考虑 可能要拖到明年三月份 甚至快的话 两个月后12月份的人来常委会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重大的例外 一个部长去职 却没有新的部长到位 国防部长空缺 现在军方空缺的职位很多 总装备部 政委空缺 一直从去年到今年空缺 没有政委 政委算是一党管政是一把手 有一个总装备部的部长是许薛强 是上将 但是前不久传出许薛强很多受的压制 该他主持的会没让他主持 该他致辞没让他致辞 什么嫦娥受奖等等 那后来传出许薛强也可能被拉下了 软禁了 因为许薛强既然是总装备部 那就跟李尚福跟张又霞这条线有牵连 所以这就是空缺两个人了 再加上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 火箭军司令政委 前任的副司令 后任的副司令 双双全部去职之后 由陆军 海军调入人当司令员和政委 外行领导内行 火箭军的人一个不信 后来还传出火箭军整了上将 又整中将 又整少将 整到底 火箭军全部被整了 而且两任的国防部长现在都被拉下了 现在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前任的国防部长 魏凤侯 魏凤侯就是首任火箭军司令 以前《香山论坛》 魏凤侯是大出风头 在那儿致辞 而且代表习近平致辞 那么现在魏凤侯也锒铛入运 身陷秦城 回头来看 两任国防部长下去了 现在国防部长又出现空缺 显示了中共高层的政治的异常 这个失败绝不是魏凤侯个人的失败 或者李尚福个人的失败 我说是习近平的失败 是两个确立的失败 一人独裁的失败 这就证明了当时胡耀邦讲的话 邓小平也讲过类似的话 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晚年形成了一人专断的作风 他越来越专断 整个党有一个人说了算 说把党和国家的事业遭到了重大的损失 然后说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 还有大搞个人崇拜等等 最后是党和国家的事业 就是不禁反对严重损失 对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其实国民经济就崩溃了 然后总结这个错误说非常沉重 说一定要反对个人崇拜 一定要反对集权 个人的权力太大 对党和事业构成的危险 但没想到由于邓小平没有支持胡耀邦的政治改革 没有支持赵紫阳的政治改革 反而把赵紫阳软禁起来 搞了六四大屠杀 结果留下了隐患 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搞 经济改革搞了 政治改革却胎死腹中 这就留下了一个后患 不仅来了一个人 而且倒行逆施 就是习近平 这是制度的产物 习近平是制度的产物 他上来了 不仅是要继续搞复辟的一人独裁 个人崇拜 独断专行 而且是倒行逆施 这就导致了今天的局面重复了毛泽东晚年的失败 而且比毛泽东晚年还要失败 失败就是刚刚二十大通过政变舞弊强行进入第三届 组织了自己的班子 习派一派独大 一人独大 以为天下太平 就此搞定 以前在美国之音有一个亲习派的亲共专家上来跟我辩论 辩论就说了一句话 说二十大之后所有这些杂音就没有了 看着吧 意思就是说二十大之后一派独大 一人独大之后 大家没什么可说的了 好像证据就稳定了 当时我就很不以为然 因为这是违背了规律 一党专政违背一个国家治理的规律 一人独裁更违背规律 这不可能的 说在邓小平 赵紫阳 胡耀邦时代反复强了一句话 就是实事求是 还要尊重客观规律 那么一人独裁就违反了客观规律 本来中共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和领导人认旗子 结果习近平一举打破 一举破坏 重新复辟到过去 不要集体的领导制 要一个人说了算 不要领导人认旗子 要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 甚至普京帮他说了一句话 领导人认旗子或者民主选举叫临死工 好像是一个人 哪怕是一个致病症患者 哪怕是个白痴 是一个残疾人士 他一上来应该当到底 那才叫做长久稳定 但是普京 习近平等人不懂的是 一人独裁 一党专政就是最大的不稳定的制度 而民主制度才是最稳定的制度 就像日本一样 首相周瓦登斯的换 整个国家稳定 美国每十年 每八年换总统 每两年换国会 但是国家证据稳定 但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却充满了动荡和权力斗争 就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所以现在的国防部长空缺 国防部长难踩 成了一个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失败的重大标志 在这个失败之下 大家就关注 香山论坛怎么办 香山房屋论坛马上要举行 29号登场 新管之后首场 而且邀请了美国国防官奥斯汀出席 奥斯汀出不出席 我不得而知 但是中共方面谁来主持 谁是做主题发言 我认为很大的可能性是何卫东 何卫东作为政治局委员 军委副主席 他就去发言 然后代表习近平致辞 不提国防部长 不提国防部长 因为如果那个时候出现说何卫东是国防部长 或者刘正丽是国防部长 那就怪了 那就怪了 就说我们习近平什么制度都不要了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小 我说他当然不要什么制度 我说他不要形式上的制度程序了 这可能性很小 所以何卫东可能出来主持 可能出来致辞 但是却让外界看到没有国防部长 所以习近平也害怕 如果何卫东是政治局委员 兼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 又是国防部长的话 会权高畏重 对他构成威胁 那其他人他又不信任 没有人是他信得过的 没有人 如果说政治上 党务上还有一些浙江来的 福建来的习家军人 他可以用 但是军事方面 从现在看来习近平没有一人可信 张右侠他已经不信了 张右侠对他这个巩固权力 夺取权力 离下了汗马功劳 尤其是中央警卫局的政变 去逮捕了 带走了中央警卫局局长和副局长 这是非法的 2015年 就是习近平由张右侠带着38军闯进去 干了这件事情 完全是一场政变 宫廷政变 把警卫局长曹青和副局长王庆当场带离 调走 交出钥匙 退车 说这是很非法 后来一个中央警卫局长王少军有神秘死亡 今年4月底死亡 七月底才公布 三个月才公布 当时我们在台南王少军死亡的时候 小粉红 老粉红 自干五毛党群起上来说是谣言 结果三个月之后证明了他确实死了 这些不寻常都证明了习近平政治的不寻常 现在很多人说他已经把中共国灭了 现在是习国 这个有可能 所以这个不寻常代表的就是一句话 习近平对谁都信不过 军方的人 军队的人他一个都信不过 从张右侠到李尚甫他信不过 那现在的何卫东和刘正丽未必他信任 所以这就是国防部长难产的原因 接下去的话 军方有谁是习近平信得过 或者有谁效忠习近平 这是个大杂的问号 所以最终出事真可能出那种事 就是有个军人申戴公 子言自己白头翁 东边门里扶金剑 勇士后门入地宫 要出事 可能出现在军方 现在国内出现一个重大的迹象 就是这间的工厂突然动起来了 忙起来了 本来这间工厂没订单 突然来了大量的订单 军事订单 大量的防弹背心 几十万件的防弹背心 要突然生产 很多国内人猛一听 以为是中共的军队大动员要打台湾了 结果一看是外国订货 包括现在交战的各方 乌克兰 俄罗斯 以色列 巴勒斯坦 叙利亚 伊朗 还有就是朝鲜白党对峙的双方 北朝鲜和韩国 大量的订货 突然订货 所以这间工厂很忙 生产防弹背心 不知道大家有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这些人买防弹背心 买中国的呢 因为现在是网购时代 网购时代你一上网之后 你不知道买到哪个国家的产品 要订防弹背心 你去订了 你选价格 要选个价格物美的 结果你选了之后 你并不知道那是中国制造 你在网购 网购你并不看产地 你就订了 订了之后一看 没订签了 是中国制造 所以网购演示了很多东西 然后订单有了 那边生产就忙了 原来是像中国 浙江 义乌这样的地方在生产这些东西 包括美国竞选的旗子 很多使用者都不知道来自于哪里 实际上这些东西来自于中国 因为毕竟是打造了几十年的一个制造大国 它这个制造机器还在 所以防弹背心 大量生产是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兆 就是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到中东 哈瓦斯进攻以色列 到朝鲜半岛可能爆发战事 甚至在南海 中共已经开始用舰船去撞击菲律宾的舰船 再发展了可能台海发动突然的大战 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迫在眉睫 推特的新主人 马斯克就放了话 他认为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 山雨雨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了的样子 说到中东冲突 以色列昨天彻夜轰炸了叙利亚和越旦河西岸 因为以色列轰炸的理由是叙利亚那里成了中转战 成了伊朗提供武器进攻给尼巴兰郑主党或者是哈瓦斯进攻以色列的中转战 所以他轰炸叙利亚 另外 当加沙地带遭到轰炸或者以色列大兵押击的时候 越旦河西岸 另一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又动荡起来 有些哈瓦斯分子在那里发动攻击 所以以色列现在要提前行动 先发制人 一旦发现情报就要打击 昨天轰炸越旦河西岸的时候炸死了哈瓦斯的一个重要人物 这个人物叫什么尤利斯 他是其中一个哈瓦斯的战斗营 一个特殊战斗营的营长 是属于一个汉将 说是一个匈徒 他被以色列通缉很久 说干下了累累的罪案 犯下了累累的绑架 恐怖 杀害等等 昨天在轰炸中上升 这是一系列哈瓦斯的高层上升的其中之一 以色列大兵押击 还没有进攻 但是最新发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湖 告诉士兵做好准备 随时看进去 前年他是国防部长说 你们现在在加沙外面看见加沙 很快你们从加沙内部看见加沙 那么今天内塔尼亚湖的话 以色列总理的话是说 你们很快要出发 告诉士兵 可能地面战争很快要打响 下面我跟大家在线互动 在线问答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陈破空中文天下 另外也欢迎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按下小铃铛 已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小铃铛四个选项 请选第一项 另外也欢迎新老朋友继续点赞 点评和传播的节目 多加点评 一定要留一个点赞才走 秦城正范围书记周永康 秦城绝对是第二中央了 不断的充实 国防部长进去两个了 魏凤和李尚福 外交部长现在有人秦刚 秦城第二中央的编制越来越齐全 应有尽有 正国级 副国级 应有尽有 恐怕最终全部补齐 加以时日全部补齐 刀把指孙力军照样落马 有啥用 孙力军是政变司舍 公安部副部长 唯一有公共卫生硕士的刘洋归来的留学生海归 中国发生政变必须是元老加中办加军队十全派联合 所以最近出现一系列异常 实际上习近平在参加了一带路峰会之后 又开始不见人影了 虽然有主席令出来 但是他的大秘 中办主任蔡奇居然单独在陕西出现 前两天我讲到究竟是什么信号 是主扑分离 还说是习近平隐蔽在陕西 秦城 地下防空室准备发动战争 所以才有蔡奇在陕西活动 这都是异常现象 玩具防弹背心 倒不是玩具防弹背心 那可是真的 温家宝为什么那么有实权 因为温是中办主任出身 温家宝没有多少实权 其实没有多少实权 从温家宝开始 总理的位置大为削弱 在之前的像朱镕基 赵紫阳这些都是很有实权的总理 中国官员瑟瑟发抖中 现在军方的将领全都不安 因为军方的将领除了习近平要搞他们 还有人要揭发他们 甚至互相搞 说有一个少将投案 一投案之后就扯出了更多的少将 中将等等 所以军方是一片的不安 震荡不已 所以这个时候去贸然攻打台湾 恐怕是霍气消强了 后院大乱 乱了阵脚 秦刚活着死了都一样 现在公布这些事情已经非常离谱了 因为以前公布一个党政官员下马 还有一些程序 什么开除职务 开除党籍 什么宋交检察院 还有一些程序判决 现在像秦刚 李尚服这些大员除了事 现在连一个司法程序都没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如果是不能够拿到司法程序上的话 就说明了是属于 所说的 中共所定义的什么 叛国 叛党 理通外国 也就是我们民间所定义的 弃暗投明 或者脚踩两只船 给自己留后路 就是投靠美国 所以这才是中共方面难以启齿的原因 国防部长没有实权 但国防部长有声望 如果说国防部长放在刘正丽身上 刘正丽就是最年轻的国防部长 如果放在何卫东身上 何卫东就身兼三职 政治局委员 中央局务部主义 国防部长 不过这回国防部长难踩 其实还有第三个理由 还有第三个理由 就是陆军 因为前两阵国防部长都出示火箭军 魏凤河和李尚福 李尚福出示战略志愿部队 都是攻台主力 火箭军 战略志愿部队 要攻台湾高科技的战争 都是什么导弹 核弹 太空武器 什么天空军 但是不管是刘正丽还是何卫东都出身陆军 陆军也就是您的步军 步兵 台海战争绝对用不上步兵 你要是投放步兵过去的话 肯定是被温中捉鳖 也跨海 不要说跨海都是做了余下 所以这些年中共用国防部长都是用的是跟高科技相关的一些兵种 所以这两个陆军要来当国防部长 对中共的攻台战略也不利 大概由于国防部长难产 恐怕有这个原因 你上乎秦刚有能力搬到席 但是如果是攻期不备 出期不移 当然有能力 就看是什么时候 易经说啊 时也 四也 时机 时机 四头 看是什么时候 如果说这个老席像董卓利亚酣睡一侧 其他人了解到在酣睡状态中 知道他睡觉的地点 那这个时候就是行动的机会 哪怕是短兵突击 都可能成功 所以关键是看时机 这些人都有相当的 掌握了相当的军事资源 就看他动不动手 在广东 感觉广东一带对200斤都有意见 其实你要是看任何地方 要在上海 你会说上海人对200斤都有意见 你要去东北 说东北人对习近平都有意见 因为他根本不主张发展东北 其实各自地方的感受都是这样 最后统一的感受就是 民间对习近平都不满 而体制内你要去体会一下大多数的反习 你要在党内去闻一闻声音 大多数的反习 你在到中高层去看一看 大多数反习 所以习近平现在非常紧张 他通过特务系统来控制局面 什么政法委 什么国安部 公安部 这些刀把子来控制局面 甚至用刀把子对付军队 用这些特务头目对付军队的上将 就是什么陈文青 王小红 陈一新 蔡奇 这些人掌握了特务系统 现在完全靠特务系统在运作他的党政体系 甚至压住军方 所以这个棋局非常的凶险 是中共70多年来最凶险的棋局 而不是其中之一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